高雄路客人数暴增 但是对于元宵地区的观光帮助有限 议员就建议市府要在市区当中 成立圆明文化馆 让原住民有固定的表演场地 市长表示多元族群的文化 是高雄最美的风景 市府会努力地把圆明文化 变成高雄观光的特色 也承诺让原住民舞蹈 有固定的表演场地 原住民议员二邓英爱 在市政总质询时指出 今晚来高雄观光的路客 已经居高雄观光客的第二位 仅次于本国旅客 但是由于从市区 到有原住民表演的场地 至少要两个小时车程 路途遥远 影响观光客旅游意愿 因此呼吁市府在市区 为原住民规划一处 固定的表演场地 来推展原住民的观光 麻烦一下市长都已经承诺了 希望我们能够尽快地把秀场完成 因为这个秀场不单单是秀场 它还有周边的商品 那也基本上也在这个时刻 也可以帮助他们 在部落的东西都能够 来到这个秀场里面 一起来盛盖 我们觉得这个是很好的 陈局表示将会向大陆客 大力推销高雄具有特色的 原住民文化 而且也认为应该要有 固定的表演场地 来形成观光的亮点 我认为应该是一个定点 定时 我认为它必然是一个光光的起点 然后我们不仅是主定 那还有相关原住民 还有不同的发布和音等等 我想这个部分都是代表我们台湾原住民 非常美丽的传统 陈局表示 多元族群是高雄最美的风景 而原住民文化 也是明年亚太城市高峰会的主要议题 他希望圆明会能够提早规划 培养表演人才 好在明年峰会当中 呈现台湾的原住民之美 港东新闻王剑士 刘志善采访报道